在安徽鹿湾的城市中竟藏着一座古墓 这座墓的主人就是秦末汉初时期名将鹰部 据说这里只埋葬了他的首级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大家看这座鹰部墓所处的这条街被称为淮王街 因为刘邦曾封鹰部为淮南王 这里也是他的老家 鹰部早年因触犯秦法 被罚往离山修秦始皇陵 后逃亡为盗贼 秦二世元年 他与藩阳县令吴锐聚兵反秦 并响应陈胜吴广起义 后来又先后跟随项梁项羽 鹰部跟随项羽时 常作为前锋破底 战功赫赫 被项羽封为九江王 定督于陆县 就是今天的鲁安市 后鹰不愿再随项羽征伐 引起了项羽不满 后被刘邦策反 鹰部又投靠刘邦 还被封为淮南王 后来鹰部在维艰 储君的战役中立有大功 致使项羽乌江自吻 汉高祖十一年 吕后诛杀了淮英侯韩信 接着梁王彭月也被诛杀 鹰部内心因此恐惧 决定起兵反之 结果战败逃跑 竟被吴锐之子吴臣 又骗至翻阳被杀 被杀原因 只因鹰部早年嘲讽过他 被记恨在心 据说鹰部死后 首级被葬到了现在这里 身体其他部分被葬到了湖北鹰山 也落了个身手异处的下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